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4年10月3日,星期四拍片,跟大家跟进几个市场的技术走势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子今天走势,看到恒子今天轻微高开了,他一高开就是全日最低位,因为转角位就在场外指数做了 然后看看他现在走什么浪,首先讲一下周期,昨天是第13天的,就是这个低位上去第13天 所以昨天也讲到,这个浪的高位有机会是,或者不是说这个浪的高位应该是第14天出向收阴烛 至于是高位有机会是第13天做了高位,又或者是第14天出高位,但是根据时间周期,应该第14天是大机会做阴烛的 再加上他也升了一段比较大的升幅,所以也比较合理的,第14天做阴烛是比较合理的 至于要确认这个浪,如果真的要转回跌,或者是一些比较一半的调整,或者是一些比较大调整,要确认这个浪,就要收回日线8ma下面 现在要留意的是,它没有升穿到2023年的高位,没有升穿到这个高位 没有升穿到这个高位,会有些变数,排除不了 之前前面跌了5个浪,1,2,3,4,5,就是A,就是A 那他一个B, nav 2,1,3,6,6,7,7,8,7,7,8,1,4,4,1,6,6,6,8,8,8,1,6,7,6,8,2,6,6,8,9 3,7,6,7,6,8,6,6 7,6,3,7,7,7,6,4,0,6,6,5,8,7,6,7 只能排除三角形,所以只能排除三角形 但按照昨天的影片,上正指數向上的動力似乎可以繼續上 這個頂部應該有機會升穿,只不過是升了13天做調整 這個調整是4浪,1,2,3,3浪用了13天 這個是4,有機會是這樣 5浪比較麻煩,有時會短,有時會很長 短起上來可能升穿三浪的位置,升穿三浪頂的位置 長起上來最多可以去到三浪的六倍,五浪可以去到三浪的六倍 其實也沒什麼意思,可以直接去三眼點,也排除不到 但是當然,上面有其他位置,還有正常情況下應該是比較罕見 如果真的去到五、六倍的話,就比較罕見 先看看,今早Patreon分開圖 看看阿線圖,今早就量了三浪有機會去到三浪的位置 要留意的是,日線圖純粹量了一個比例的位置 但是,這些位置應該可以去到三浪的位置 但是,暫時看下去,應該不是三浪的位置 三浪有機會在這位置做了 即是說,如果三浪還沒完,應該是這個位置 但如果三浪還沒完,應該是這個位置 但如果三浪還沒完,應該是這個位置 還是直接衝上去? 在日線圖看不出信號 要看小時圖才能看到 先看看日線圖,現在的四浪和二浪的關係 看見到,加低了二浪的波幅 和四浪比較 看見它是剛好1比1 看見是2,1,5,1,0以下 穿了一穿,就馬上上去 有支持 所以,如果是這樣 它就有機會完成了四浪 即是這裡1,2,3,4 有機會走一個五浪 如果是這樣的看法 就今天那個低位,就今早就做了 即是21,400多的位置就做了 這樣 就開始走一個五浪 但是如果這個是四浪 它應該今天會收 即是日線圖的四浪 它應該今天會保持一支陰燭收視 但是要留意 如果今天這支BAR換成楊竹的話 即是可能那個三浪 有機會未完 也不頂 即是沒有那麼像四浪 如果它收羊竹的話 如果這支BAR收視是楊竹的話 就沒有那麼像四浪 但當然也沒有一些規則 一定不能收羊竹的 波幅就做了 因為波幅是二浪的1比1 這樣就做了 這樣就 這樣就 如果它四浪還沒完 純粹這個1比1比例 有些支持 如果再落會怎樣 如果它四浪真的還沒完 再落可能會去到20,700的位置 即是這個四浪 是二浪的1比1.618比例 這樣 這樣 先看看 月線圖 先看看它 這裡跌下來 剛才也說了 有利益 其中一個看法就是 這樣 這裡走了五個浪 這樣就是A 這裡始終沒有穿到2023年的頂 它可能是做三個型的A B C D E 這樣才行C 這個位置是B 這個雖然就 根據上映指數的看法 就不太相似了 這個三個型走三個型 不太相似 但就排除不了 因為沒有升穿這個頂 所以就排除不了 這個看法 暫時都可以放在一旁 這個看法 繼續向上數 應該會比較似 看到月線圖 MACD也還未上回水線 所以應該是要上 根據它的周期 每次都是上完水線 就落到下面 然後就會再上水線 這樣 純粹就到今天的調整 因為月線中間有2 3 3 MA 所以就有沽滑 周線同樣也是2 3 3 MA 月線和周線也是2 3 3 MA 所以就有沽滑 所以就有沽滑 周線同樣也是2 3 3 MA 所以就有沽滑 所以就有沽滑 剛剛講到它有可能會是三個型 但它不能是W SY 這個反彈 比如說W SY 這個反彈 因為Y是2重3,2重3 2重3就明顯是一個色套,2重3就要一個平台浪,那這裡有沒有回70%呢? 看到沒有,2重3也不可以,2重3不可以,但會不會是一個雙色套呢? 雙色套就要去到1比0.9,現在到了,看到差一點到1比1 雙色套的話,這個是要一個ABC 這裡是一個C,即是要5浪結構 現在應該是3,當然不排除它真的5,1,2,3,4,5 也不排除是這樣的,現在可以是三角形 也可以是一個雙色套 那就是說,它始終都有兩個向下的數法 就要留意一下,假如日線圖收了在8MA下面 那就要留意了,就有機會去到剛剛那兩個向下的數法 讓它重新重新找到日線圖,再繼續向上網 這樣就比較穩固的做法 正如之前說到,這裡會不會有走一個A,B,C 然後會破底 它要破底,首先要走完C這個位置 它也要收回8MA下面,才會再破底 因為是必經之道來的,這個8MA 它沒有理由一天就跌穿了,就不會 它總會是轉向的時候,會收回8MA下面 所以關鍵始終都是8MA 即是8MA會告訴我們,究竟是數對還是數錯的浪 如果浪是 如果浪是 那浪是向上的 那它看到 就不會收回8MA下面 如果假設 浪是向下的,它升到這樣 它會收回8MA下面 就告訴我們,浪原來是向下的 所以關鍵就是日線的8MA 所以現在暫時還未能夠,剛剛那兩個向下的數法是正確的 因為它暫時都還在8MA上面 那 看看它會不會調整完呢 再衝多一下定 那 始終根據上升指數的看法 其實浪比較像是繼續向上數的 應該就是繼續向上數 但是它在這個位置也會走一個 1 2 3 4 5 即是 它 這個是 3 這樣 這樣 會有個4 5 那究竟這個4是否出現了 那 就是昨天的頂 應該要完成一個5個浪的結構 那 就是 說回昨天怎麼看到它的轉角位 或者先說回今早的位置 這個昨天的頂 昨天的頂 昨天的頂 然後它是回一回的 那 它再反彈上去 那 其實這些位置可以看到一些信號 就是它看到STC浪 看到這個四叉 然後這裡也是四叉 看到STC浪是一叉比一叉低的 那 這些信號都是你彈的 一叉比一叉低的 那 就有機會是一個ABC 那 今早也看到這些信號 另外就是它的反彈就 沒有站穩到 0.618 看到它的反彈呢 站不穩0.618 那 站不穩0.618 就大機會是一個ABC 另外就是 因為今早 CAP圖的時候 沒有CAP小時圖 因為它今早還是處於 小時圖的 5Mb以上 所以它一隻如果是5Mb以上 那它有機會上的 所以這些就要自己看著 小時圖去判斷 如果它一 即是假如 這支根本就不是收音粥 它是繼續收羊粥 並且是處於5Mb上面 那 可能是真的上去的 那 但它最終又不是了 最終收音粥 收了在5Mb下面 並且這個0.618 這些位置 它也沒有站穩 那 就變成了 向下看 向下看的 看法 看到它的小時圖 中了55Mb有反彈 即是有支持 收回羊粥 那麼 比例上 比較差一點才到1.5Mb 但是 已經是 看到 全部是音粥 A是全部是音粥 C也是全部是音粥 暫時 即是這裡會不會有一個A B C呢 這樣也很像 但是如果它再破這個底 那就要留意了 那 可能會是 比較差的底法 那 又形成了1.2.3.4.5 那 會不會有 反彈完再下多一下 調整會再大一點呢 因為剛剛也說到 現在就 去到那個 跟二浪是1比1的關係 但是 不排除它 如果真的有五浪結構 再 行個B再下 這個調整可能是四浪 可能是二浪 1.618倍 那 好像剛剛量到二萬零七百多 那 也有可能的 所以 要觀察著究竟 小時圖 會不會是出個五浪結構 那 這裡也看到 裡面其實是有個 跌浪結構 在這裡 那 去十分鐘圖看 就會更清楚 看到這裡是有一個 1 2 3 4 5 那 加上前面那段 就是1 2 和4 5 所以這裡 其實是齊齊 一組的 跌浪 這樣 所以 其實是偏向 一個 A B C 但是 要確認 因為怕有時數錯浪 要確認 其實就要是 他真的收了一個 5M 下面 或者叫做 只要他 沒有 沒有 站穩 0.6 0.6 這個位置 只要沒有站穩 小時圖 也是可以向下數 也可以向下數 而普遍 A和C 是1比1比例 現在超過了 去到差不多 1.618的位置 但是他又 中了 M.A 中了55M.A 又洋速出 然後 外面的 日線 比例 亦是1比1 2浪和4浪 1比1 先說回 昨天的浪 是怎麼走 昨天就說到 這個位置 走了1 2 3 出音竹 就是4 再破頂 就是5 這樣就完 1 2 3 4 5 其實這裡完結了1 1 1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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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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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所以是完結的 1,2,3,4,5都完結了 那就是說 這裡上去出齊了5個浪的結構 那就是1,2,3,所以現在應該是進入了4浪 差了4浪是1比1,2浪是1比1,還是1比1.18 那後面應該也有5浪的 所以就要留意著小蝕圖 它會不會再破這個底 如果它不破,一直都不破,它就開始進入5浪 那這裡要留意 如果它很快就開始進入5浪,就變成周線沒有陰燭 那又是否真的5浪沒有陰燭 那去找這個 如果我的確定是走近A,B,C1,C2,C3 那這個5浪就會去到 對上一級的3浪的位置 就是這個級別的3 看到24,500 那24,500這些位置就會是3浪的1,3浪2,3浪3,3浪4,3浪5 那這樣去的24,500這個位置 那就是說,它只要走完這一組,即是今天跌千多,7千點 那這個浪呢 就會走完這個浪呢 就會去下個位置24,500 那這樣去到24,500才會有些比較大的調整 因為它這裡的1,2,3,就可能會有個4在這裡 那再上個5 那就是這樣的看法 先跟大家提及一下 上一段影片也有提及過 先說一下 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那第一個位置就是 預線圖23,500 然後下一個位置就是 月線圖的氣溫可能下個位是28,089 這裡有兩個位置,接著還有一個就是 應該說是有兩個 左右 因為0.618也要看,這裡是0.5 就是24,043 月線圖的氣溫可能是0.382,但是因為上次站穩了,所以這次也是短線的氣溫,就是233MA 有點固執,在上應該站穩 站穩的位置是24,043 24和28之間有個26,276 這樣 主要是這四個大位,大位就是這四個 看看 上映指數應該下個星期再看,因為 放假 說回月線圖 應該在走三浪 1,2,3 月線圖在走三浪 1,2,2,3 看看標本的指數,看到 日線的MACD 是死差了 看得比較差 雖然昨天是收了一支楊竹 但還是繼續受制著日線的5MA 所以暫時覺得 都是比較多的利淡訊號 這裏可能是1,2,1,2 進入了跌得厲害的時間 可能是3 如果是跌浪,應該是這樣的 1,2,1,2,3 這樣 看得到4小時圖就守住那個89MA 暫時看上去會再試,會再試,如果再試轉向也有機會,可以再拼一拼,但就要在MA下面拼,但如果收在MA下面收試,就要看下一條MA,但如果他真的一直站穩,那就不排除他,這個是調整狀況, 向下數的信心也不是太大,因為他始終沒有拉開距離,好像有很多重疊位置,就比較難去說他是一個跌浪,如果他比較工整地做到下跌5浪結構出來,就比較容易看,但他這裡是有點難看的, 當他這麼難看的時候,也有可能是調整狀況,所以最好看回MA的判斷,因為如果他應該是調整完再上,他應該會站穩這條89,站穩再上,但如果他收在下面,也可以再看下一條MA, 接下來認識他們的判斷,今次近期借過的復活力 Oooh! 也是連接路ppers,些什麼都攻擊在0800,現在在3一定的懈 количество閉展,所以我可以看他 advancing Pewandra's Angelому分等れる數量,這是多遠四 сем persecuzzo的場景, 這個趨勢也似是繼續向下 所以暫時日線圖判斷就似是跌的 但如果更加確認就是4小時收在89MA下面 那就更加確認它就跌了 看看道指 看看道指的日線圖 我看到它之前日線圖收穿上一支包藥底 然後呢 接著就是這一日收穿上一支包藥底 這些都是比較差的訊號 接著也是它收在日線圖的5MA下面 連續三天都收在日線圖的5MA下面 都是一些比較差的訊號 昨天就說到它這些位置如果能守到 也不排除它是有機會衝上去的 但是它雖然沒有失守 但是它反彈了一點又再跌過 所以其實也可能是短線的一些反彈 最終可能也要是下去的 但是要確認它真的跌下去 就要收穿起碼昨晚的低位 如果要收穿前面這些支持位 甚至乎這個 會更加利淡 但是如果現在這些時候 看到它收穿上一支包藥底 這些時候如果要升穿這些位 就要留意了 可能會衝上去 升穿才是看上去 如果不然沒有升穿的 應該可以繼續看下面 看看納子的走勢 看看納子的4小時圖 看看日線圖 日線圖 也是比較差的走勢 只要收穿在這個高位 之後收穿在5Mb下面 看到3Mb5Mb都死差了 收穿在5Mb下面 然後一直連續4天都收穿在5Mb下面 那就沒問題了 走勢依然是比較看得淡 短線可能有一點反彈 但是暫時不覺得它是破頂 如果是這樣 反彈後應該會再下 跌得不算太多 所以如果再下跌的話 那一刻應該會增加 如果周線圖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它真的會走C浪 A B C 如果真的這樣走C浪出來 恆子又會怎麼走C浪 恆子又會怎麼走C浪 那這個就 就變了剛剛又說C浪 三角形和C浪 C浪 完成的看法 如果恆子的走勢 是跟美股 先假設美股是這樣走 如果假設美股看到周線圖 是這樣連續幾個星期陰續下去 這樣走 恆子會不會就已經做了三角形的C浪 就是A B C 那走D呢 如果這樣就配合到美股的跌浪 如果這樣就配合到美股的跌浪 假設美股真的走跌浪 那它就配合到 然後如果這個 因為這裡有兩個可能的 有一個是三角形 另一個就是一個Double CZ Double CZ 會不會現在就進入C浪呢 那這個就是要留意日線圖的8MA 如果日線圖收到8MA下面 那這個的可能性也有 日線圖 如果它收到8MA下面 那叫做 有機會是剛剛那兩個向下的數法 那最好 就等它再次 假如它真的收到8MA下面 等它再次 要看好的話 等它再站回8MA以上 這樣才看好 就會穩陣一點 那看看黃金的走勢 看見黃金 那它 它 昨天說到這裡可能是一個3 4 5 即是它可能是一個失敗浪 也可能是 這位是4 那5 那5就還沒做完 5就走1 2 3 4 5 然後再再走1 再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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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有機會是1 2 3 4 5 那 要排除這個可能性 就要它收到55MA下面 它收到55MA下面 那這裡就有機會是一個失敗5浪 那 就開始那個 大一個級別的4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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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月線就是收音足 周線圖 就會是 4浪調整 這二浪調整 對應回二浪 對應回二浪 就會出現這個 你的4浪調整 剛剛四小時圖是失守了55MA 所以可以留意這條55mm會不會失手 失手就差了,開始調整四浪 昨天說到有機會去到2583的位置,最少 看看原油就整 看看原油的日線圖,看到原油就再破A浪頂 最近的浪是1,2A,2B,2C,進入3浪 昨天說到A浪的位置是左力位,一升穿就有滑滑 所以剛剛升穿了一點,就開始回落 另外它同時也在55mm,也會產生滑滑 所以暫時有機會是反彈,A,B,C 現在就下去了 在小時圖,出齊了5個浪 C1,2,3,4,5,就出齊了 說到它之前守住這條2,3,3MA 如果失手的話應該會開始下去,這個算不算失手呢?很難說 這裡會不會走了1,2,3,4,5呢?也很像 剛剛也說到反彈完就應該下來了 這個反彈完畢 這個反彈完畢就是去到月線圖的 一些MA,就有些反彈 但是根據浪,它應該在走C A B B 它應該在走C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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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的子浪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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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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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置是很麻煩的,因為這位置是很麻煩的,這位置是很麻煩的,但他又不碰 不碰就不知道他會不會是一個1,2,3,4,還有一下,這個情況是比較麻煩的 現在只能看這個浪什麼時候會有轉向,要等他斷了,等他上去這個浪,看他什麼時候斷,他不斷的話他會一直上,但始終會斷 現在有點像是走了ABC,A,B,C1,C2,C3,C4,C5,看他的再出陰竹,要等他再出陰竹 如果他再出陰竹之後再走多一下,那就要留意了,那就變成五浪結構了,1,2,3,4,5 那就可能真的有見底,但如果他再收陰竹之後就已經開始下跌,那這位是A,B,C1,C2,C3,C4,C5,收回陰竹就開始下跌 所以這位究竟是陰陽,陰還是陰竹,然後開始陰陰陰,都有分別 因為如果這位見底,他可能做完五浪就回一回,然後繼續上 如果這位是A,B,C,他就會跌穿底,所以會有分別 留意他之後是出陰竹再出陽,再再跌,還是出陰竹之後就見底 那都會有分別的,你要觀察著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喜歡可以給個讚,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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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也可以考慮轉回Youtube會員或者Patreon會員 那我們明天再見,拜拜